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看这一只确苗星 今年在神租都觉得它是不差的 这只确苗星 不过真的难发挥 脚口不好 也要遮披症 看能不能遮得顺 再看试集 月晋知己也在前面 那只是鹿云神区 我经常说鹿云神区 这种有几只鹿云梁区 以前有那只低班 试集各样东西 它都不是很差 因为你始终是一只PP 不过我就记得 我没什么好记住这些泥集 我只记得福日 它就免得在里面和你搞 它就领行兜大弯 而这只鹿云神区 千鹿那个集 转弯大外当地走一走 我又觉得它回来不多 那都看了它跑了铺先 配备就由落地操的时候都已经是这些了 被估防山眼罩 在神操是用的 不过落场就没有防山眼罩 那它的伤患的问题就是它曾经淹过的 好了 再看一只低豪宝宝 要研究一下这场马 够不够马走 就是年纪大了 真的火气差一点 都不是那么聪明的 这些火就看着利害了落草地 不知道是不是去到末段 觉得这只马好像不是很纯 我觉得伟大 就是后来都小小的身边走一走 后来走回直 再给它多两步 试一试 好了 疾风鸣驱 后面那只速递奇兵 我刚才说了 总而知你试杂泥杂 胜德精彩那些 真是不喜欢吃泥的 这些马 所以差不重要 星运名着这些马今年 亦都是好像差了一些气势 还有我最怕马今年第一场出来跑 一出跑道就抛了个人下来 结果就一样 好 这只是极速飞弹 其实这只马的样子都挺好的 不过有时可能未来稳定 因为跑得不多 基本上再跑我先 合中共仔 按得慢 它仍然有一些神器 你都觉得它好像都不错 但是你从赛迹看到它 似乎真的用得多了一些 相隔日数短 还要跑千四 帐盒 一直打 我不是说哪个骑得很厉害和不厉害 你可以真是看他跳那么多火 上次赛前 前次赛前 你看看那手姜誠 这些马没有抢得那么紧要的 这只就是美好世界了 上次进了个冷脚 潘盾立刻就拿来跑了 但是你说在神操是否很熟练的一只马 我觉得就未能清得上的 我都真是 我都一样的 说真的 那它是上名的 威威斗士 它比较短身一些 色水都未够 暂时都还要看看 好 接着就轮到这只刚刚都退出了 巴基之友 另外两转就中间拍着就二话不说 先说一下那只巴基之友 先他就曾经在十一月六号退出了 赛后都公布就是皮肤感染 但是那一招 就是八号招 我记得他好像已经跳回了 就是相信问题不大 而这一集就是早前一些 比下去他都三拔两拨 就追上来了 这个集就是刚才豪言说的 胜德精彩 在尾以为之 红帽 对 细内没有的 出来跑他一样可以的 可能是这样 都会找个理据 找个藉口给自己追一下 是吧 翻过去重发巴基之友 他很神气的 没事的时候就不喘了 有事的时候 你参与下去就理传了 是 好了 天恒健 这些就较早前 已经见家眼罩是比较劲了 结果上次没有戴眼罩都行 应该照计就会更好 又是要这样跑 十四招又要这样drop 那怎么办 怎么跑 好 成才 我黄俊以前都试过 我觉得黄俊跳这些马 跳得很好 就是你说是否有心跑三班 其实还是上次做后备跑四班 这个慢慢再量度一下 是的 吊得走 挺漂亮的 是的 来到第十场 三班千四米 这一组都有几只马 值得说一说 譬如十号马的美好世界 那这些马 那个款头台型 当然都OK了 但是上次都选不了了 但是他的问题 就是在神操 经常都要找一只移像马 跟他一起 那么今早跳又是 带他出 跟着一跳完 就立即走过去陪他回去 但是一走过去 就移尽马 哇 他就好像有点弹起 又戴防山眼罩试 所以这些其实还是很多东西 很暖龙的 心智未熟的马 这只美好世界 赔率大家要留意了 偏热就小心了 那么我觉得 厉害了要抠回的 始终他二班跑 就好像不是很足够 一落三班千四排内档 他是多数都近的 甚至说真的 你有什么失手 脱漏 他赢了都不出奇了 厉害了 那侄风铭区 刚才胜得精彩浩然说 其中之一 昨晚的凌駕 何尚不是 之前试集都不好 所以蔡汗这些泥杂差的马 大家真的要做一个传技 不是说他特意去这样做 就是说真的 而是你要留意 那只马的马性是怎样 那你都连个马的本体 你都不知道 有时你见他行圈出 哇 走花蹄 很漂亮 每次都走花蹄 那只马的性格是这样 那你都 这些是要 自己都要有个记性 去慢慢记得它是怎样的 那你才知道它有什么变化的 譬如确妙星 我觉得这只马其实很好斑 但是你说真的 前面扯不扯得快 天行健 你要看看上一次那场马 做什么断束 他才这样摄到 那现在熬了眼罩 究竟真实落场跑会怎样跑 不要说参不参与 他怎样跑你知不知 就是你到你参与下去 你再问一下自己 那另外四号马 刚才你也所说要一四都要 然后再数下去就九 其实九号马我觉得他不想放头跑 不过都没有说放 这组马可能都是一样没有马放 总而言之简单说 计划就不如变化 一切就临场执生了 这组赛事有初出马 先看看血统底细 录音神区的肺 Cody Bear 小红犬 小红犬是Quad 1的指示 他在服役时赢过4场赛事 赢14米和16米 最高竞赛成就赢过2级赛 在2015年在英国古活马场赢过 庆典一里錦标 至于录音神区的母系 没有赢过马 但曾经在古活马场和领飞马场的 14米赛事上名 无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短途马或者中距离马比较多 跑得长一些路程的马比较少 胶沙地赛有些都跑得不错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为什么录音神区 看上去是中距离马多 初期由短途开始跑起 录音神区来香港之前 在英国上阵5次赢过两场马 两次赢马 一次是12米 一次是16米 两次赢马都是直路赛 右转赛度的赛事还没跑过 苗里德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表现就认真一半 因为上季整季都看不到 初出即胜或者初出上到名的 苗里德马房的新马 10场赛事都研究过 看今次Feed道阵 选择了什么马 我就选了第9场的包装长盛 我就选了第8场的幸运传奇 看看一对马是否都可以交得到 10场赛事有跟大家研究过 重复一次多次 今次是跑星期六的赛事 有1点正就开跑头场 节目时间有到 下次再跟大家研究 拜拜